主料,牛油115克,低筋面粉140克,盐1克,细砂糖20克,辅量,鸡蛋清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合所有材料。 细砂糖,筛过的低筋面粉,牛油,蛋清,牛肉常温下软化,加入盐,细砂糖,电动打蛋器打到发白,确保盐跟细砂糖和牛油充分溶紧融合,蛋清分两次加,只是加入第一次蛋清,继续由电动打蛋器搅拌,这是加入第一次蛋清后打好的,稍微有点蓬松即可,接着加入剩下的蛋清。 这是第二次,继续打到体积稍微膨胀,有点蓬松就好了,然后筛入了低筋面粉,用硅胶稍不规则拌匀,不要跨圈搅拌摸,直到所有的白色粉末都不见了就可以了,这个步骤挺重要的。 作为新手,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表花嘴怎样装,我第一次使用表花嘴,就不知道怎样装,因为太普很少有提及到,所以这里也说一下方便大家新手的哈,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,就是这样装,表花袋子拿着合适的碗,或者杯子套进去。 作为太妙的我,因为第一次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倒进去结果,弄的表花在这边都是面糊哈,这里也给大家示范一下,把打好的面糊慢慢挂进去袋子里,装好以后非常干净了哈,不会弄到袋子外面都是面糊了,也不会弄到手都是面糊哈,然后在油纸上慢慢挤出花形。 新手多尝试几次就上手了,挺好挤的,也挺好玩哈,然后烤箱各家烤箱温度不同,请按自家烤箱温度调整,这里设置的是160度15分钟,烤好以后放两点可以开吃哈,烹饪技巧,色色金黄,口感香醇,口味醇正,不愈一人,入口使得绵密和黄油散发的抽香,使得每一次和它的接触都令人回味。 让你第一次品尝到去,其实就会被它不可套居的美味吸引爱上它,其实饼干是最入门级别的烘焙,比蛋糕和面包不知有容易多少,所以你值得拥有这么一款,只有零基础,却学皇冠级别的口感享受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